佛情 人情相将聚 菩萨加持 探真意 人间流出净土来 慈悲 感恩 保平安 感恩大慈大悲 观世音菩萨 感恩龙天护法 各位法师 感恩来自全世界的佛友们 也感恩今天我们香港的圣约翰 救护队医务人员 感恩所有为这次法会 做出功德的义工们 大家晚上好 每年一次的香港世界佛友 见面会又到了 时光如素祝贺大家 在观世音菩萨的佛光普照下 平安的又一年 更希望大家慈悲众生 活在法洗中 精进修行 一世修成 永断轮回 当今世界 世事无常 心理疾病 尤为严重 社会矛盾 危机 紧张 和心理 创伤 都会导致我们严重的忧郁症 和精神类的疾病 一个长期在家受到压制的母亲 在看到丈夫喝酒 暴打女儿的时候 终于存在心底 好多年的障碍 发生了 她拿起刀 砍向丈夫 丈夫过世 妻子被送进了精神病院 十二岁的孩子 成了孤儿 孩子在精神创伤后 心中沮丧 导致严重的忧郁症 每天想自杀 在心灵法门 美国同修的帮助下 念经 许愿 放生 走出阴影 并为其母念经 许愿 母亲 病也痊愈 母子团聚 解除心灵创伤 学博一切无恙 曾经有人问台长 什么叫功德 我告诉你们 功德 就是给别人希望 就是给人智慧 功德 无需向外求 源于自心的慈悲 转化成 帮助人间人民的大爱 这就叫功德 这就叫功德 学佛人 要广积福德 勤修智慧 才能成就真正的人生 福和慧 佛法 因为福气和人的智慧 那是像飞机的双叶一样 缺少一边 这个飞机就不能起飞 所以有福的人一定有智慧 有智慧的人一定有福气 所以让我们用佛法的修行 福和慧 在人间创造出我们佛法的真正的人生 记住了 一个能够功德圆满的人 他是一个福慧双修的人 今天你们在这里为众生端茶成饭做义工 能够度人就度别人 就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你们帮助了别人就会有福德 所以人想解脱压力 最重要的就是要用福德 中华文化的传统道德 孔老夫子说 乐以忘忧 也就是说 一个人快乐 他就会忘去忧愁 这几天 大家在这里非常的快乐 你们就会忘记忧愁 希望你们永远在天上快乐 就会忘记人生的烦恼和痛苦 人要想到心理平衡最重要 过去的已经过去 用善良和快乐 我们去迎接明天 所以 人慈的人 他有寿命 大家想一想 看一看 凡是活到九十几岁 一百岁的老人 他们都是能够活在别人的身上 因为他们 人慈 因为他们 慈悲 因为他们不跟别人 斤斤计较 因为他们没有嫉妒心 所以他们才活得长 所以在中华文化上面讲 慈悲的人健康 选择修行的人 那就能解脱 就会有希望 学佛最重要的 是尊重别人 说正常的爱心话 口吐莲花 就会让心中佛的道场 开莲花 记住了 在人间 要口说佛言 今天我一开口 说的就是佛菩萨的话 行动为佛动 今天我们所有的动作 要像佛一样 我们意味佛念 也就是说 我们的意念 只能想菩萨 对人间的爱 希望我们做人 不要常看别人的过失 因为这是你烦恼的根源 时间一长 你就会慢慢的伤害自己 抓住别人 缺点不放的人 将错误 把别人的错误 储存在自己的心中 这就会想起 就会烦恼 21世纪 烦恼称为 精神垃圾 每天 我们要把自己的精神垃圾 倒空 整天想着感恩 整天 为别人想 你就会 把洗 记住 台长告诉你们 曾经的我 不是现在的我 今天的我 是新的开始 对学博的人生 我们要经受其考验 我们做人 就是学博 人成 积博成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